好 花蓮縣政府這個月起辦理了 為期一個月的2020花蓮太平洋溫泉季 那縣長徐真衛更是跟縣服的團隊 來到了瑞穗的溫泉公園 進行開幕的祈福儀式 希望整個溫泉季的系列活動 能夠順利進行 花蓮縣政府在這個月起辦理 為期一個月的2020花蓮太平洋溫泉季 活動包含了瑞穗玉里安通兩大溫泉區 特色光影展區以及溫泉專程 縣長徐真衛更是與縣服團隊 來到瑞穗的溫泉公園 進行開幕祈福的儀式 徐真衛表示 花蓮縣打造冬季觀光新亮點 營造幸福花蓮花園城市 延續國旅熱潮 這次首辦2020花蓮太平洋溫泉季 主推花蓮兩大溫泉區 主題是有英雄美人雙泉奇遇 有黃金之湯美名的瑞穗溫泉 而安通溫泉又稱美人湯 希望整個溫泉季的系列活動 都能夠順利進行 記者高雙雙 瑞穗香 採訪報導 全世界黃金之湯 超大溫泉季的 超大溫泉季